马林大战金泽珠 徐才是平堂的正手 马林的弱点 捞牙柱防守位 一当出现机会 金泽珠的反攻特别凶 这是2000年的团体世锦赛 由红系服的马林迎战男系服的金泽珠 他们两个人都是传统的这派打法 金泽珠是当面的 而马林是两面反交 切发球挑打得分 相对于金泽珠 马林的控制手感更加细腻 而对方的打马质量更高 金泽珠的弱点被马林刷到了 看了一个漂亮的回头 在小球时代 拥有一个好的发球 最后能够在前三板中将具主动抢的先机 接发球 马林主动批长 等待机会 借力快的正手折线 这个时候的这派比赛 回合并不多 主要是抢攻 上次也注重弱点 在抢攻的脸上 马林更加灵活 他们的步伐都是非常轻快 侧身进攻的威力很大 巧妙的带到防守空档 先押住马林的防守位 加强从正手直线 他的正手结局杀伤力 一旦退台就非常被动了 他们的防守都性以推挡为主 马林是简利推控节奏 而对方更多的是夹力推打进攻 在中台的上车中 马林的力量没有打出来 还是以控弱点为主 被警觉住反攻了 还是撞不撞发球 对方还是有些判断不勤 有点犹豫了 连续白短控制 冒高了 这个时候的抢攻 往往是一板过 警觉住的侧神被马林防了一个回头 只能被迫放高球 寻找反攻的机会 马林的落点稍微偏中路一点 就被对方抓住机会 反攻了 警觉住的打法就是不动撤身 注重自身的进攻 对方的每板正手扣杀 沉重有力 让马林很难反攻 不断掉动两个大脚 而且是接力推过去的心飘飘 对方的成功落点 被马林霜到了 在正手的枪扯中 打面快木的警觉住 还是更有优势 打满尽量更高 第一板的弧线很顶 马林没有扯住 最后是马林 晕下了警觉住